当冲教学第二堂课 谢谢惠子姐楼 今天继续教下去了 为什么要讲当冲 来请看 藉由这个机会 我把因果观念帮大家导清楚 现在当冲之所以热门 那是因为在每天的总成交量当中 占了四成以上 都是当冲的量 什么叫做当冲 惠子姐上一集有讲过了 今天买今天卖 先卖后买不管 买卖动作当天结束掉over 不留明天叫当冲 那当冲对股市的意义 当冲的条件 上上礼拜已经讲过了 今天来教谁适合当冲 当冲的技巧 只是我们还是要归纳一下 当冲税率减半 从千分之三减到千分之一点五 实施一年 不是2021年的现在 不是 早在2017年4月的时候 就已经当冲税减半 当时股市有热吗 没有 因此现在拜托 拜托大家 有人在讲说 因为当冲税率减半 所以台股才这么热 因为 所以错 观念错 那就是台股现在热 当冲税率减半的当冲的人 才涌进来 所以股市热是因 当冲税率减半 人涌进来 让它更热 灶烧的火更旺 那是国 不要搞错了 因为呢 现在 2018 4月27号 当冲税率减半 时间 三年八个月 刚好在今年底 最后一天 要结束 尽管会说 当冲税率减半 已经变成当冲者的习惯了 习惯一旦成型 你不要乱改它 市场才会继续热下去 计划呢 税率减半 再延长五年 惠子姐请上来 今天来教 这两个红字咯 不是人人都适合 对吧 对 那这真的是跟个性有关 所以的话呢 我们要先看 什么样的人适合 因为股票呢 事实上的话 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那这种操作方式 讲实在话 你就是要快很准 所以的话呢 如果是慢吞吞的人 或者是三星两亿的人 犹豫不决的人 然后或者是喜欢分批布局 慢慢买再慢慢出的人 那简单讲就不适合 那我问你哦 快很准 讲的简单 如果我瑞涵是 快很但超不准呢 那还是要好好的看一下 我们前线百分百 不是啦 我快很但我超不准 可以做当冲吗 那就是需要学习了 我告诉你 因为老师看不准 你就不要冲了啦 好来再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话呢 来跟大家讲一些 就是说 第一个的话呢 本身你就要喜欢短线 就是说呢 不要我满脑子都想中长线布局 还想到说配股 不错啦 這樣持绿率不错 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 你短线的敏锐度 也要比较高的 是不是有什么新闻出来啦 那再来盘中的量怎么变化啦 你看到的时候呢 要知道我今天做的话 我今天的话 今天的那一张江波图 就好像我看的K线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平常在波段 股票的操作 也是看一档股票的K线 然后去找他的买卖点 那我们当中简单讲 我就是把今天的江波图 就当做K线了 好 什么意思呢 大盘的分请来一下 也就是呢 每一档股票 我们秀2330好了 总之呢 这种股票 这是股票 这是今天的走势 这叫做江波图 这叫做当天的分 你要把这个分的走法 等同于当做看什么呢 K当做K来看 因为K我们这么一话 有颈线啦 有趋势线啦 有什么啦等等 没错吧 没错 对所以后来你看K的话 你说这是一个平台区 他在这个上下的区间震荡之中 但是你看到江波图 我们再回到刚才台积电 台积电的江波图来看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K线 如果当做一个K线的话 今天早上这里 是不是就已经破平台了 对 所以你今天做多还做空 做空 你一看就知道是做空有力嘛 对不对 那当然不是这一句话就能了了 你还要搭配到他盘中的其他的一些变化 才能够知道你什么时候拔挡 什么时候要先出一趟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来这个我说 技术线型要强的人比较适合 所以技术面比基本面重要 就算你基本面再强 那其实也不便得会适合做当冲 要技术面强的 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 要敢追的 然后又敢杀的 对不对 你要会停损停力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所有的东西 你今天就结束了 对不对 我既然当冲 就是今日是今日币 对 所以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学会 停损停力 要懂得收割 要懂得认错 对没错 然后再来的话呢 选股的话呢 我们先把大范围先说出来 你如果是做当冲的话呢 那麻烦你一定要选 热度购的股票 什么叫热度购 热度购的股票就是 盘面上面的焦点 市场新闻会场的股票 对不对 盘中连线的时候 大家也会讨论的股票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买那个 只有你自己在看的股票 那就没有人要跟你冲了 我跟你讲很简单 你去把那市场当中 成交量排行榜 把它列出来一个list 可能50档都叫做热门的 对热门股 这种成交量排行榜 有没有 像这种跌停板 你就可以先去空它呀 那涨的如果能够逆势涨 你可以做多啦 就类似这样 对就类似这个 然后再来我们回到字卡来看 就是说呢 股性是活泼一点比较好 也就是说呢 最好就是那个呢 有的股票 真的股票是有股性的 有的股票就是温吞 什么叫股性 股性就很奇怪 人有个性 股票也有股性 有的股票就很奇怪 要涨的时候呢 就涨的慢吞吞的 对不对 不甘不脆的是不是 然后呢 你一年也看不到它一次涨停 对不对 然后半根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那这种股票的话 短线就不活泼了 你要怎么冲呢 是不是 所以的话 股性悶的不要挑 对不要挑 很累 对不对 最后你就嘎那个手续费 千辛万苦 手续费嘎掉而已 就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来操作技巧的话 我们先知道这个重点之后 我们来看看操作技巧 有几个操作技巧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第一个的话呢 现行跟量价 本身就具有优势的 也就是说 开盘 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开盘我就表态了 这个是第一个 最强势的股票 9点整 开盘就表态 对 这是该股票的平排线 什么叫做表态 表态的话呢 是什么 我会有前面的压力 有没有 我会有我技术上的一个 比如说颈线也好 或者是一个突破点也好 我开盘 就已经站在那附近 告诉你 我看一下 今天盘不错的话 就要冲了 我先从该档股票的K 去找到 80块是它个压力 没想到今天该股票 K这个X股票 一开盘跳空开高 就来到85块 过了这个压力 这叫做开盘表态 对 开盘过压 它就已经在压力附近了 因为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开盘价跟收盘价 就是最重要的两个价 虽然我们看上引线跟下引线 但是开盘价跟收盘价 代表什么 代表主力 大户法人的心态 代表K棒 因为开盘挂一杠 收盘挂一杠 就是红黑K的关键 对 所以的话 大户也好 主力也好 它最容易做的价钱 就是开盘价跟收盘价 所以的话 开盘价通常很容易表示 它今天的气图心 它有没有那个气图 然后再来的话 跌生盘谈第一根 就是说我跌得很惨 但是我今天开盘 就给你开的阴阳怪气了 对不对 照理来讲的话 跌这么惨应该要开低 我没有 我开盘的时候 还给你往上面开 也就是它已经跌这么重了 然后一连串的 全部都KK棒 突然间的 好像被打到雷打到一样 它今天的一根红K棒 一红一开盘 就跳空开高 进掌停板 一红吃三K 这叫做开盘表态 对 这叫开盘表态 所以的话 这是属于多的 那空的话就倒过来 所以我们等一下 两个范围都跟大家说 那再来的话 我已经表态之后的话 那逐地大会也不是傻子 反而要进去抢 也不是傻子 大家一定会看 我的技术面上指标要配合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我买做多的股票 一定要买KD在网上的股票 有没有 你没有我买了之后 结果发现 KD高档死亡交叉 那你觉得它冲得上去吗 对不对 绝对冲不上去 因为你要冲的时候 别人就把它卖 KD就是我们常看那个KD 对 没错 所以的话 指标必须要是同步的 做多的时候 它是往上的股票 那做空的时候 是往下的股票 那再来的话 就是后面的节奏了 这个节奏就是 第一个开盘的时候 开盘点 已经先告诉你 我的企图心了 然后再来的话 它震荡的时候 是不会跌破的 然后出量往上的时候 就是你的买点了 然后买点到了之后 有两个出场点 一个出场点是上升轨道破掉了 或者是平台破掉了 你就可以嘎掉了 再来还有涨停或是跌停 锁不住的时候 你也可以嘎掉了 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量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决定在你盘中 你买进去之后 要持续观察的 你沿着这个轨道做 再搭配这个量 你就可以知道 你什么时候可以嘎 甚至于有的股票 你一天还可以做两次 所以盘中报大量 本来多头一反转 走空头盘中报大量 一反转 今天很多这样的例子 你可以上面做一趟 下面再做一趟 真的 好 来我们决定教学来 这个一堆一空 先买再卖的先说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的话 以今天来说的话 来我们先来看看南榜 南榜的话 有报价的利多棉花涨价 这个是热门的股票 然后今天开盘的时候 它开盘的时候 就已经开在压力附近 而且它的KD是往上 这个我们必须要从K线来看 好 K线南榜 所以我们来看看K线的话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那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原来的压力区 开盘它就站上去了 有没有 站上去的时候 指标是不是也是在往上 对 是不是 然后它是不是回测了一下 守在昨天的红K的二分之一 又守住了 很快又站回它的开盘点 就告诉你说 我这个开盘是开真的 这就是刚刚的开盘开真的 开盘有企图 先从K抓到一个压力点 原来这个压力点 可能是三十二块左右 一开盘马上 今天的开 是开三十二块左右 马上就越过了 这就是图围表态 是 这个是第二个条件 要往上的KD 对指标要配合好 然后配合好之后的话 来我们回到这个字卡上面来说 所以的话呢 你看它在这里开了之后 测了一下守住的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买进了 买进了之后 它要往上第一个波段 第二波段 这里是一个上升轨道 这里是一个平台区 所以当它跌破上升轨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准备出了软线上 刚刚惠子姐教大家 坐当冲 要把分时图当K棒看 也就是呢 在这个地方过了三十二块 所以我就先买 后卖嘛 但什么时候卖呢 你看这边高点有过 低点没破上升轨道 接着这边有一个景线 平台区有破 所以你说卖在哪里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第一个来讲的话 你这里就可以先卖了 破轨道就可以先卖了 破上升轨道就可以卖 对 或者你至少卖一半 那再破这里的时候 就告诉你 反弹一定要卖了 这个地方短线上 所以sell one在这 下升轨道破 或者是这个景线位置破掉 sell true在这 对 两个一定要卖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是涨停锁不住 你也可以卖 所以的话 我们有几个卖点给大家 第一个的话 就是它原来的轨道 你照K线来看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K线来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去充涨停板 你今天最大的满足点 只有涨停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涨停板 锁不太住 你就出了 在这个就对了 对啊 而且还要提醒大家一点 有些新朋友的话 比较老实 他会说 这个会涨停 我就挂涨停板出 那我跟大家说的话 你千万不要这样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差那一两毛 所以的话 如果你是当充的人 你看到快涨停 你就试驾出了 你千万不要用挂架 因为挂架 你不一定会成交 所以我挂涨停 会卖得掉 要锁起来 你才会成交 你要是没锁起来的话 我就为了后来插一毛 结果后来杀尾盘 你不是等于是白做一场工吗 想多赚 那个一两毛 结果没有锁起来 就摔下来了 你原来要可以赚到这么多的 你如果卖在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赚这么多 结果你卖在这边 卖不掉 反而掉下来 你只赚这么多 对 所以的话呢 你看到快涨停的时候呢 其实呢 除非他很强势一下就锁了 你就去 我是觉得都不用 要是我做法 就直接就是市价出掉 市价卖掉 市价锁止的 就是留空白单 现在不管什么的价格 你就给我卖就对了 对对对 反正我买在三十二块嘛 现在就已经三十四块 就卖掉了 就卖掉 所以买点卖点 当冲结束 对 这就结束了 再来第二种 那再来第二种情况的话呢 先卖再买 先卖再买的话呢 来 你看到的话呢 像今天的利基 利基的话呢 这个他其实的话呢 开盘就已经破了前面的红K了 然后KD也是往下 上面有个半年线的压力 开盘就表态 是空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 它K线 来来来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 来 你放大一点的话 这最大咯 这最大 不能更大 所以我们看看的话呢 它这里的话 上面是不是有一条压力 有嘛 没过嘛 对不对 时日线没过 对 告诉你的话 这里是这个短线上有压嘛 这里也是压力嘛 对对对 那他今天开盘开哪里 开这里 对 对不对 对 我画不出来 KK棒就是开在这 收在这 没错 对对对 那上次是不是有个红K 对不对 人家说低档的红K叫什么 关键红K 对不对 你一定要守住 才叫做有意义嘛 是不是 那个红K在哪里 在这里 对啊 红K的低点 结果破掉 今天开盘是不是破掉 对对对 就告诉你这根是假的 对不对 我只是反弹 我反弹完了会怎样 反弹完了就会继续跌 是不是 所以他今天一开盘之后 就啪 这个位置就直接就破掉了 就告诉你 我今天要跌了 所以空的股票一模一样 来帮我有标跑到这一根 关键带量的红K棒 他的低点把它记起来 他的低点是446 所以当今天一开盘 马上就灌破开在这 马上就开在446以下 那就是空确定的开盘 底定可空的价格 对没错 而且也表示说 可能有另外一股新的 还没有出的力量 今天会出 那你就可以顺势搭片 而且惠子姐第二条件 对第二条件的话 他是往下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你又看到 你不能看他低 就觉得说他低档会反弹 我不能这样想 这基本上KD的话 你要知道 他在低档的话 是重点是上还是下 不是说他在低档 说20 20就叫低 20不行 20还有更低 如果您看不懂 来往左边看 KD就算在20 他没有超卖 没有卖过头 他继续往下 我们看到13 16 而且在低档也会动化 他会继续跌 高档会动化继续涨 低档也会动化继续跌 所以就是空的股票 来回到右框 对回到右框的话 所以的话一开盘的时候 就已经破了 就告诉你KD又往下 这就表示这是今天开盘 就是空方开盘的股票 那再来的话 他盘中反弹 反弹的时候没有过压力 这个压力就指刚才 那个红K的低点 来从这边换好不好 对 他开盘的时候 开出来之后 他是不是弹上去 对 弹上去这个位置 你去看 就是刚才那个红K 没有过 也没有过刚刚红K的地方 对 所以表示压力不过 确定压力 确定压力之后 这就是一个K线图 这个K线图 反弹不过压做什么 你就可以卖了 对 是不是 对 可是我空在这 弹到这 我才赚这么一丁点 没有啦 你在这边开盘的时候 告诉你是空 弹起来就确定 确定下来 你这里就可以正式空 正式空下去 我懂了 所以开盘确定可空 但不用马上空 端看他反弹起来 如果连那个压都没过 再打下来 这边就可以空 这就确定空了 所以第一个 先卖的空点在这 那空单回补点 然后空单的时候 你看他是不是一波 一波一波低 对 这是不是跟你看K线一样 一波比一波低 你就可以先不用动 空单续爆 对 就续爆 然后到尾盘十二点 都说没有更低了 是不是 这是不是表示了 他从下降轨道 变成一个平台的轨道了 对 你看下降轨道 变成一个平台轨道 那我透过 刚刚你教的下降轨道 突围的这个空单回补买回来 或平台的这个上缘突破 这边也把它空单回补买回来 对 基本上他只要改变形态的话 你在这附近就可以准备回补了 OK OK 所以他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大概就会卖在438 补在416 OK OK 那今天的话呢 就可以先赚一点小钱 赚到钱了 对 好 惠子姐 谢谢 谢谢您了 不愧是当冲教学的高手 开始来说一下咯 今天呢 终于把两堂课的当冲 教完了 先讲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当冲 你要这个快很准 重点是在准 你不要快很 老是不准也不能了 还有敢追杀 而且呢 敢认赔 然后呢 获利满足可以出场 要找什么股票呢 找热门的 股性活泼的 上冲下冲 不要老不动的 盘面上的人气股 操作技巧 透过后面两张 也就是呢 麻烦您把当天 如果您要当冲 先从K棒找到一个 如果要做多 那个带亮的红K棒 上面的高点 那个位置点上 如果越过 一开盘 它就越过了 就可以做多 但是呢 把分时图当作K棒看 我现在呢 先买在这个地方 可是当它如果 上升轨道一跌破 这就是多单当冲的 出场点哦 或平台稍微一跌破 多单在这 这边空多单 也可以出场了哦 就是把分时图当K棒看 那先卖后买 很简单 一样从K棒当中 去寻求 哎呀 怎么那个支撑 一开盘就跌不掉了 该股票今天可当冲 先卖 然后卖了之后呢 当它弹高 找到它可以卖 标的挑出来 弹高不过这个高点呢 就可以找它 一丢破低点 找它一个空点 也许就在这 然后把分时图 当作K棒看 下降轨道 突然间 高点越过了哦 在这个地方 空单 回补点 所以你空在这 卖高 买低 这一段就是你 赚到的咯 就是这么简单 以上结论 惠子姐正确吗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有没有学会 小白 不要乱冲哦 如果你真的想当冲 小事手气 偶尔为之 因为真的当冲 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接下来 来看我们前线 第二个大赌奖 这份IDC的报告资料 显示 全世界 就这三大区域 北美 西欧 亚太 投资在云端 速度加快 金额好多 当然台湾 在云端的硬体 软体 都有机会哦 未来的商机多大 让微良告诉你 which也哈哈哈 度员 成熟 词 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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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